各位同学大家好,又是星星老师和理港宗史 今堂讲两汉积幻掌权的政局里面的黄网部分 两汉即是西汉东汉,黄网属于西汉那边 基本上黄网就是西汉末期的外戚 掌权后夺取了西汉政权 建立自己的新潮 跟着东汉出现,光武帝就消灭了 在这个过程里,在西汉那边 黄网问题很多时候都会分析 黄网是能够得势的原因 究竟是天时的环境因素是重要的 或是黄网自己努力更重要 这段导演简单地勾压整个概况 这本书就这么说 西汉原地开始,国势慢慢变化 王权旁乐 之前说过了,因为当时是 韩国的权权权权权权 所有政治决策都在内朝决定 内朝中最主要都是外戚 帮手 以大司马大将军的职涵帮手 在这种情况下,当皇帝说不到事 或者是年幼 种种原因 外戚就容易干预朝政 另外,社会环境上开始恶化 就是土地兼聘 土地兼聘其实是古代的贫富悬殊 因为古代的累积财产就是土地 所以贫富悬殊严重会引起社会问题 再加上当时流行的五德忠耻说 五德忠耻说 五德忠耻说 即是五行金木水火土 雙生雙黑的说法 其实这个来源 在昌战国时已经有类似的学说 不过就未那么流行 到秦始皇的时期 他说自己是水德 所以当时已经存在 由于汉武帝时独尊余述 而余述里面很多时都夹在了 阴阳五行的思想里面 于是那群余生 那群余生是后来变了统治者 因为是世人政府 他们其实每个都有这一套思想 而这个思想里面 就觉得当时的汉朝 郭勇就衰落了 觉得有新姓人出现 就要取代这个汉朝 而往往是利用这个机会 身为外戚的王子之日 凭着家族被任成事而起 人心思辨 我觉得西汉都应该 要退位给另一个圣人 所以成功地 利用禅阳方式 散看立身 即是新十新朝 为什么是利用禅阳方式 就跟这个不得忠意说里面 双生 双黑里面的双生说 所以就是 不是消灭政权 即是你可以想像一下 例如刘邦消灭这个秦朝 就叫做黑他 所以是消灭他 然后禅阳给他双生说 东汉这个王莽 因为外戚身份而取得政权 可以看到外戚的力量 好我们看看王莽的过程 立正题 还是王莽生看 好了 看武帝临终的时候 就是召令外戚 霍光以大司马大将的知识附证 这个是重要的 霍光人物要记住的 要记住的 因为看武帝重用外戚就是霍光 好了 姓霍的 除了霍光在后期很显黑 另外为人最熟悉的就是霍去病 即是打胸罗那个 霍光就是负政新皇帝 就是超帝 超帝死了之后 孙帝霍光都未死 所以就是两个皇帝 作为期间就是掌握着朝政大臣 那怎么这么长命呢 其实就是因为超帝短命 因为超帝短命 所以就是霍光就是力任两个皇帝的负政大臣 好了 后来可以说就是令到外戚善政的局面开始了 那局面开始了 大家都觉得就是外戚掌权似乎都是没有问题的 之前都是这样的 即是霍光都是这样的 所以日后就是外戚的权力兴起 大家都没有什么避忌 好了 成帝开始的时候 然后外戚王氏就开始受到重用了 就把持朝政了 那王王作为就是王氏子弟之一 那他就最后废掉了余子英 即是当时的汉朝皇帝就立了身杀 在这里里面 里面呢 有些同学好很多时候会有疑问 为什么不用回王帝那些兄弟呢 为什么要用外戚 外戚就是皇帝的皇后或者妃子那些亲戚 为什么要这样呢 其实因为就是古代来说 兄弟其实都是有王族血统 有机会散位 即是阿哥做皇帝 弟弟都是王族血统 如果假设阿哥有什么事 弟弟可以做皇帝 所以有个威胁性 所以古代来说 宗室通常都不给很多权力给他 反而外戚的姓氏不同 理论上他不可以计为 当然一夺就另计了 好了 那么西汉的时期 为什么外戚可以得逝呢 首先你本书的交代 就是一个很远的交代 就是汉初有个先来 汉初有什么先来 就是这个女后 西汉初年外戚女士 直抗高祖刘邦的倚重而掌权 当高祖刘邦死了之后 女士就专政 谁知道是专政法 就找着她的家人 即是阿哥阿爸阿弟弟那些 就是掌握了这个朝政 这件事后来是被 你本书这样写 诸女乱士虽然平定 即被人平定了 被人平定了 就被那帮功臣 那些功臣说 这些女士家族想奪取政权 于是就消灭了他们 好了 那功臣就是帮刘邦打听那帮人 或者是那帮人的子弟 不过 傅乐成在汉堂史论集里面 的研究里面 他觉得 其实女士当时的执政 他们没有问题 没有问题 没有问题 什么意思 就是高祖死了之后 高祖在位帝就计计 妈妈就是找些人帮忙 古代用人是没有一个规矩 即是没有规矩 即是没有规矩 即是皇帝喜欢用什么人 就用什么人 那儿子 在做皇帝的时候 妈妈找人帮忙 似乎都是一个很正常的事情 在这样的情况下 那帮功臣觉得女士想奪取江山 所以就发动政变 所以傅乐成的研究里面 觉得似乎那帮功臣发动政变 其实女士当时未必是有一个 未必是有一个 心是奪取江山 不过 其实这段历史 就不是那么重要 第一 你的课程 就不需要提及这段 第二 就是究竟谁是谁非 其实就没有一个定案 好了 继续了 当时爱戚干政 其实一直都有的 景帝的时候 那时候窦英或者武帝的时候的田坟 都是为高权重 都是外戚 其实古代的皇帝 即是在汉朝初年或汉朝前期 其实重用外戚是一个很常见的现象 那重用外戚 为什么会重用外戚 其实你想像一下 一个家族拿了皇帝的位 即是拿了皇帝 要么还有爸爸那边的亲戚 即是自己兄弟姊妹那些 要么就是用老婆那边的亲戚 这两边是理论上最安全 不会找个恶人 那既然自己兄弟那边 是有机会夺位 因为他有皇族血统的缘故 那很自然就会找妈妈那边 因为理论上 他们做不到皇帝 除非散夺江山 好了 这一段赵延申 就是说女士专权的情况 譬如后来 周勃陈平插画下 朱女被剷除 就是这班工臣 周勃陈平这班工臣 消灭了女士的实力 高了第四个小孩流行 被涌立职位 留意涌立 涌立 什么意思 是那班工臣涌立职位 所以文帝 就是听了那班工臣的说话 就没有办法 就是发挥自己 那为什么我这么说呢 原因就是文帝很重视 是假仪 假仪 假仪也指出了 就是 朱王是危险的 就是未来说 因为当他力量越大 提出了削凡 而削凡方式 就叫众见诸侯而使其力 其实这个措施 就是日后主附演的推恩令 推恩令就是用这个想法 去转化而成 所以其实文帝的时候 其实是有能人看到未来会有什么问题 不过呢 假仪呢 就不被当时的大臣欢迎 所以最后结果呢 文帝要放弃他 好了 不过 都可以说不重要 课程上是我们不需要读假仪 好了 内朝权装 之前在汉武帝的课里面 都说得很清楚 所以仔细有误解 就是下课文了 好了 汉武帝的时候 国家政务多由内朝处理 就是内朝做决策 承上就是权力大为削弱 就是没有了 承上 没有了那个决定权 决策 没有了决策 他没有份参与做决策 于是由于内朝里面 主要都是外戚的缘故 所以 戚幻干净 幻决都是内朝里面 都是皇宫里面 办事的人 好了 到了汉武帝死了之后 外戚就经常出任内朝的要职 刚才说的是大司马大将军 做附政大臣 这样就继续政权 到了超帝的时候 外戚霍光 就以大司马大将军 领上书时 上书就是 我之前说过 就是皇帝的书房 那就是内朝办公的地方 所以这个名称 基本上就是 上书里面是最高职位的人 好了 掌握着朝政 里面 这个仔细 我觉得同学们是一定要看的 我就简单地跟你高呼一次 好 汉武帝以前 承相为三公之首 统领百官政务 畏高权重 好 武帝为了加强王权 就不给承相这么大权力 削弱承相权力 所以就改 一方面改了太位 就叫大司马 就冠以大宗 那是清豪 那大司马地位 就是崇高 那当时 大司马多由外戚 外戚就是担任的 好 如这个汉武帝的时候 最出名的 最出名 霍去柄 就是大司马标企将军 就是大司马 接着有个将军名下 武帝就把原来 公中 只是掌管 这个文书的上书 这个部门 加大权力 用去出立 就将 即是 做国家大事的事情 好了 同时间 就把听证 的地方 由外庭 即是外朝 转移到内庭 即是内朝 最后 最后 将大将军 上书 市中 这些官员 组成一个内朝的政府 去决定政事 做决策 决定 所以 是承相不在乎 道 王帝要请 之外 是没有名称 资里 大将军 尚书 和市中 所以 所以丞相是没有决定权 丞相只是执行 武帝死后,爱戚以霍光为首 他又是大千玛大宗的领尚书士 辅政,统领内朝 超帝后,君主多年幼继位 年幼继位也是一个关键的原因 年幼继位 年幼继位就是在内朝里面 年幼继位最说得事的人 就去说事,说得事的人当然是爱戚 所以爱戚乘机就辅政 孙帝的时候霍光,成帝的时候黄讽 埃帝的时候姓虎的人,或者姓丁的人 这些全部都是 是爱戚来的 所以说是爱戚干净蓝阳 即是皇帝就是 当他说不了事的时候,种种原因 年幼继位也是一个原因之一 接着是爱戚作事 所以这本书就是内朝权重 第一点 第一点是汉初有先例的 就是女后 内朝权重,现在是君主昏庸 昏庸即是他们不是很厉害 不厉害就被人作事 西汉末年的时候 四皇帝完成哀平 四皇帝不是荒人无盗生活奢侈 就是年幼计算一样东西 无力理政 总之关键就是 这四个字 无力理政 爱戚有机会弄权 而当时爱戚里面 王氏这个族 这个家族不是一个人 是整个族 掌握朝政数十年 于是有巩固的地位 这个就造就了 王亡日后 有机会散看的原因 下面的表里面显示了 不同皇帝的时期 有不同的外戚 去参与重要的事情 接着 王亡散看的经过 究竟王亡如何得权呢 王亡是看元帝 王皇后的侄 幼年丧父 幼年丧父 由于丧父的缘故 简单是孤儿 就靠其他王氏家族的人 看着他大 由于他没有父亲的照顾 的情况下 他就更加是奋发向上 这个所以是一个个人的努力 很明显 他没有自暴自器 因为没有父亲的照顾 反而其他王氏家族的 差不多年龄的指令 由于有父亲的被任的缘故 就会懒散好玩 你不明白的关系 一边就懒散好玩 因为有父亲被任 就是父亲会照着我的 他这么大权力 然后王亡就没有 在这个情况下 他就好自己 就是奋发向上 所以这本书就形容他 很多好的形容词 好了 陷 功 劍 扑 扑 四个字都是劲的 陷是谦虚 功是功劲 劍是扑劫 扑扑素 读书 守礼 礼言下事 读书 守礼就是自己做得好 礼言下事就是对人好 广思财物对人民百姓也好 当时曾经往往在散后之前 将自己人包子捐出来给百姓渡过灾坊 由于他做得这么好的缘故 那些宿伯都很常识 他觉得这个小朋友或年轻人是很好 而且朝廷的其他大臣都觉得 往往年轻人很好 成帝的时候 外戚黄讽黄音黄襄黄襄黄襟 多少人是先后执政 你想象到是一个很长的时间 由于有这么好的根基缘故 王氏家族打你了天下 打你了这么久 大家都习惯了 再有王氏掌权也不觉得奇怪 往往都是由王门郎作星成为大司马 大司马已经很高权力了 接着就是埃帝职位 埃帝的埃帝 埃帝的埃字不是自己改的 是执家给他 即是觉得他生平都比埃 埃帝的时候 埃帝的时候 埃帝的丁氏掌权 往往就是清病去职 即是离开这个政坛 不过你看到 跟着埃帝死了之后 他没有儿子 平帝年幼继位 年幼继位 太皇太后 即是原帝的时候的皇后 即是这个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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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林朝清制 由于皇后 王氏家族 所以 他起用 当时最有威望的皇后 就是做高官大司马 之前说 大司马就是掌管内朝 即是掌管的朝政 给一个 着位给他 叫做安汉公 有个公字就是着位 都是周朝流传来的 公后百指南 公元五年的时候 平帝死 接着王王呢 就选立了 年近两岁的宗室 刘英就为皇太子 浩若为余子 就自行摄政 自行摄政 即是他说是 那叫做假皇帝 假皇帝不是真假的意思 是代理的意思 假借的意思 就是代理的意思 当然是假的 当然是真的 要真假或假 都是意思上 都是对的 他都不是真的 好了 他就代理皇帝 为什么代理皇帝 原因就是 他两岁 刘英只是两岁 即是他说是 是呀 没错 到时机成熟的时候 就废了余子英 就自立为帝 改革为新 西汉就亡国滥羊 好了 在这里里面 你要见到 就是 王王之能够 拿到天下 其中一个原因 就是他 王世家 在朝廷里面 就要很久 另外 就是 当时 在汉初期以来 已经开始有个风气 就是 外戚很多时候 都是掌握着朝政 特别是汉武帝的时候 有内朝 这个事情出现了之后 以内朝 除了皇帝之外 最有势力的人 就是外戚 再加上 汉武帝后来 以霍光为 一个父战来臣 那种种环境里面 造就了 王氏家族里面 是一个很好的环境 令到王某夺权 而王某自己本身 由于是一个孤儿的缘故 丧腐 所以他自己做得很好 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下 王某也有个人的努力 也有很好的个人努力 才能够 令到爬上去 当然 假设当时有直选 选皇帝 王某应该是高呼声地当选 高呼声地当选 好 接着 这里有一个表 王某24岁的时候 就做王门郎 38岁就已经做了大司马 大司马就是掌握权力 45岁就再做大司马 中间有一段时间 是另一个外戚掌权 五十三岁的时候 就散位做了皇帝